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 不败学习力 那翻成白话文就是 不会失败的学习力啊 怎么样学会成功 怎么样学是最有效的 就是这本书要跟我们讲的东西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那些学霸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十个秘密 所以我会一一的跟大家介绍里面的几个重点 那今天这本书呢 有出版社的赞助抽书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 到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点到部落格文章 拉到最底下 就有一个抽奖证书的区域 你在里面输入email 就可以参加这本书的抽奖活动 接下来呢 介绍一则业配的内容 本集节目是由Pressplay Academy赞助播出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揪音好书 这一个付费的说书订阅服务 每天只要给自己十分钟 戴上耳机就可以聆听一本好书 瓦基从今年开始担任揪音好书的主编 到现在我已经录制了有12本的说书 在这个平台上面 目前开放了两本免费的说书 给大家试听看看 那第一本的话是彼得原理 彼得原理这本书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在公司里面会充满了很多无能的人 很多不适任的人会爬到他们不适任的位置 那这本书也让我们了解说 职场上面的这些不适任的现象 背后有什么原因 还有呢 会有什么样解决的方法 那这本书是免费可以收听的 第二本书是叫做 除了经验 我们还剩下什么 这本书在告诉我们 在职场上面 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跟年资之后 会不会反而成为了我们的阻碍 除了我们已经累积过的年资跟经验之外 我们还可以培养什么样新的能力 在公司里面 在人生上面发挥更高的价值呢 好那这两本书都是免费收听 我把这个相关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前往收听 如果听完之后你有兴趣再听更多 也可以透过资讯栏的 Join好书订阅连结 点过去就可以进行订阅咯 那么在接下来就回到今天的这本书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败学习力 首先也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在学生的时代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很讨人厌的同学 就是他考试前会跟你说 这次考试我都没有准备 前几天都在耍废 结果他考试考出来 怎么样 他成绩考得超级高 甚至还考得慢分 结果你呢 你也是在玩啊 你也在耍废 可是你考得不及格 你听到这种感觉一定很 哦对不对 以前就是有这样的同学嘛 那这些为什么 这些学霸看起来 好像他真的也没有多努力耶 就是也跟我们一样在玩啊 可能也是有看一点书吧 可是他就是比你会读书 比你会考试 因为有一些秘密啊 其实他们没有告诉你 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本书呢 就是要揭露这些学霸们的学习秘诀 好那这本书在说什么呢 不败学习力啊 他的作者是宣言文创的创始人 也是心理学家 他是刘轩 那一般我们都称刘轩 叫做轩哥 好所以我一下就用轩哥来称呼他 轩哥他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结合了心理学 还有脑科学的这些研究结果 告诉我们高校学习的密码 整本书它分成十个单元 那每个单元它都很简洁扼要的 去介绍了说提升学习能力的方法 有哪一些 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啊 由轩哥来写的话 真的是非常适合 因为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曾经去轩哥的podcast的节目 受邀去给他采访 那他的节目叫做 刘轩的薅兔人生学 也是我最喜欢的访谈节目之一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啊 看到轩哥本人 你就会感觉一整个厚实 稳重 稳稳如雅的那个气质 就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学霸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 有一道好像智慧的光芒 然后围绕在他身上 那后来我才知道啦 因为我后来才继续的去 研究一下轩哥 他到底以前是读过什么学校啊 然后有什么经历啊 然后他的人生是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读过哈佛大学 那他也是人们眼中的学霸 可是在这本书里面 更有趣了 他不是介绍说 完全都是他自己的学习方法 他介绍说 以前他在哈佛大学 有很多比他更厉害的学霸 他向这些学霸 取经学习的技巧 所以呢 在这本书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除了轩哥之外 还有很多他在哈佛大学的学霸 他们的学习秘籍 那么接下来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十个重点 也都是很符合心理学 跟这些脑科学的 科学背景的一些方法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精彩的观念 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的学习 可以学得更好 第一个 我们先谈最主要的 学习力 那么学习力 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要怎么样提升学习力呢 第一个是高效学习的技巧 好 技巧是其中一环 那再来是自我管理的习惯 所以习惯也会影响你的学习力 最后的话是一颗健康的心 这个心呢 你可以想象成是心灵 或者是心态 好就是比较回归我们内在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方式 要有一个健康的心 所以这三个层面 技巧 习惯 跟心 就是一个提升学习力 不可或缺的三个要件 那平常我们提到学习力的话 我们可能第一时间 你就钻进去研究这个技巧 就想说有什么技巧 可以提升我的学习力 可是我们在研究技巧的同时 也必须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对于自我的习惯管理 还有一个健康心态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说它这三个层面 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那么宣哥也用一个批语 告诉我们说 这些学霸们 他们学习的这个表现之所以这么好 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 浮在海面上的冰山 我们看到他们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浮在这个海面上的冰山一角 这个是比较偏技巧 比较外显的部分 但是呢 这个冰山底下 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习惯 跟心态 这个就是造成学习效果 有差异的关键 所以呢 它在第一个部分 学习力就在说明这三个面向 该怎么样的相辅相成去培养 再来的话 跟大家分享第二个 是记忆力 那么谈到记忆力 我们一定会希望说 自己所看过 所读过 所听过的知识 都可以被记住 那也不希望说过一阵子就忘掉嘛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把东西记得很牢靠 那有一些比较这个旧的观念可能会说 你就在短时间之间 短时间内 然后大量的去阅读 大量的去看 一直很密集 很高强度的去看 这样就可以大量的一个提高你的当时的记忆力 然后呢 你就用高强度的方式去吸收很多的资讯嘛 但是 其实在这个科学上面的证明是说 你要怎么样能够记得更好 记得更牢呢 它靠的并不是高强度 也不是短时间的大量资讯 它比较重要的方式是 你要把你记忆这些内容的时间拉长 而且分散在不同的时间点 去定期的复习 英文的话是叫做space repetition 就是有间隔的这样的复习 有间隔的重复 你要让这些资讯重复的出现在 在你的生活当中 例如说你在背英文单字的时候 你想要把它背下来 那你如果说在同一天里面 你连续看这个英文单字 看个一百次 这个效果其实没有到特别好 你可能过了一个礼拜 你就忘光光了 你可能就忘掉 但是比较好的方法是 你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之内 你每一天都来看一次这个英文单字 每一天持续的看 定期的复习 让它重复的出现 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就很符合脑科学的概念 在不同的时间重复的出现 像是少量多餐这样 这样会让你记得更深更久 而且这个持续的频率 会比起你那种单次的大量的吸收 还更能够加深你的这个记忆力 所以说在记忆力这边要注意的是 定期复习是可以加深记忆力的 再来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叫做 笔记力 怎么做笔记 轩哥他就说 如果你在做笔记的时候 例如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在听演讲的时候 如果你就一字不叉的 把这个讲者的讲的话 全部写下来的话 这样是很可惜的 因为你想要把它全部的字都写下来的时候 你会错失了一个理解课程内容的这个机会 你反而为了写清楚他说的字 每一字每一句你都要写 结果你反而当下都是在复制贴上而已 你并没有真的去理解他在说什么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在课堂上面 你想要在听讲的时候 听演讲的时候 去写笔记 千万不要逐字逐句的抄写 单纯的复制是没有什么效率的 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当下你听完那一段话 你先理解了 你理解他在讲什么 用你自己的话 或转成一个你自己的关键字 马上把它抄下关键字就好了 你不要抄一整句话 因为你写一整句话是一定来不及的 你只需要写好几个分散的关键字就好了 先理解 再写下这些关键字 是听讲的时候最好的一个做这个笔记的方法 所以呢 像假设说你刚刚听我讲的某一段 例如说记忆力 你要怎么记关键字呢 那你可能就只要记说 这个定期复习 或者说定期的重复的复习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只要记这个关键字 你就马上可以理解记忆力 跟这个定期复习的关系 所以说不需要抄完所有的字 不需要抄完所有每一句讲出来的东西 你只要理解之后 写下关键字就好了 再来第四个是阅读力 阅读力讲的是说 在读书之前 或者说你在吸收任何新的资讯之前 你要知道说 你想要获得什么 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东西 先带着目标去阅读 你才更容易找到这个目标 才能更快地掌握这个重点 那你可以想想看说 我们一般在讲阅读力 好像都会直接联想到是输入 我们会觉得说 阅读好像就是输入资讯 可是啊 你为了要把这个输入的资讯 更进一步的 更好的吸收 然后呢 能够吸收得更牢靠 你反而要先想好 你要输出什么 也就是说你在读任何一本书之前 你要先知道说 为什么你要读这本书 我想要透过这本书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同样的你在听一个演讲 在听一个课程 你也要提早知道说 你为什么要听这个 你听完之后你要输出什么 你听完之后是想要跟谁分享 或者是你听完之后 你想要用在生活中的那个地方 你要先知道你输出的目标是什么 带着这个目标去阅读去听讲 才更有助于你的吸收 所以呢 你要带着一个输出的心态 再去做输入 这个时候你的输入才会更有效果 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五个 叫做复习力 好 要怎么样复习你读完的东西 可能你要准备考试 你要准备做一个报告 你要怎么样复习才更有效果呢 这边的话 宣哥给了一个重点叫做 像我们以前在考试 考试是考什么 考试一定都是考主干的知识 而不是小到消息 OK 考试一定都考主干知识 而不是小到消息 所以宣哥他就说 学霸都怎么读书 他们会在看一本书之前 先看过目录 好 如果你看一个人说 他每次读书之前都没看目录 就直接开始读 那他八成就不是学霸 好 学霸会先看目录 为什么呢 尤其是教科书 最重要的知识 还有最重要的关键字 一定就在目录里面 所以在目录里面 你看过之后 你就可以掌握一本书的精华 跟它的架构 你知道说这本书 大概要说什么 它会说哪些关键字 你在往后面看到那些关键字的时候 就要特别留意 所以呢 学霸会先把目录 把它读熟 搞懂这个目录出现的 这些顺序跟关键字 掌握这一招呢 你已经赢过一半的人以上了 那这也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怎么阅读的一个方法 虽然我阅读不是为了准备考试 但是呢 我在阅读其他的 可能是商管书啊 工具书的时候 只要先读过目录 你先掌握它具体的架构 你就可以知道说 接下来可能会学到哪些东西 或者说有哪些东西 是你不想看的 或说你也不需要看的 你就可以跳过那些地方 这也可以加快 你在阅读的时候的速度 跟你吸收的效率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第六个重点 叫做拖延症 好拖延症 轩哥他给的概念是 在每一天的开始 就先做最困难的事情 接下来的一天 就只会越来越好 好这个观念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或工作 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很难以预料的 一定会有很多 突发状况会发生 所以呢 如果你要保持一个 高效学习力的关键 就是一样 要在早上 先做最困难的事情 先学最困难的学科 一般人在早上的精神 都是最好的 好这个是比较早起的 早鸟族都是 早上的时候精神最好 所以你要把 比较难的科目 比较困难的这些课题 在早上的时候 先解决 先去学习 那接下来的时间 可能到了下午 你就可以比较轻松了 做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事情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学科 但是如果你是这个 夜猫组好了 有一些人他是 作息是比较偏向 越晚 然后越有精神 那你的策略 可能就会调整过来 你要在你真正 最有精神的时候 去学习 这个最难的科目 好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比较一能而异的 看你自己精神好的时候 是在一天的哪一个时间 然后从那个时间 去学最难的科目 就可以 OK 那再来的话 跟大家分享 第七个重点 叫做专注力 那我们要做到专注力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同时 顾虑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要凸显出那一些 你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个层面是 你要抑制 那一些不需要的事情 好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 你就一定要一心一用 就这个时间 就是做这件事情 同一个时间 就只做一个 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道理就是说 你要把 你要专注的 做的那件事情 一定要先凸显出来 像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 我在电脑上面 会写作嘛 我会把我的这个 笔记软体就开出来 在这时候呢 我就会把其他的 视窗全部都关掉 就如果要写作 就专门专心的 去写作就可以了 把其他会干扰你的东西 都把它先关掉 只凸显那一个 你要写作的这个内容 那同时 就是第二个层面 就是抑制 那一些不需要的事物 也就是说 把那一些干扰的元素 会分心的 都把它移掉 除了我刚刚说 把视窗关掉之外 我也会把手机 跟平板电脑 放在其他的房间 就尽量 不要让自己看得到它 尽量也不要让自己 随手都可以用 那也 我会比较习惯的是 把桌面 整理的比较干净一点 不要有那些 很凌乱的杂物 然后呢 这样会让我在做 现在专心 可能在写作 在阅读的过程 我会比较专注 就只专注在阅读 或写作这件事情 把眼前的复杂度降低 你的心思 就可以很专心的 看在当下 你专严的这个事物上面 这个是所谓的专注力 好 要同时去凸显 要注意的事情 也要抑制 那一些不需要的事情 再来要分享 第八个是时间管理 好 时间管理 这个观念我觉得也很棒 就是 时间管理 其实不是叫你管理时间 它是叫你管理体力 跟管理你的精神 要让他们是以饱满的状态 在运作 在那个特定的时间 去充分发挥 好 所以 宣哥他的概念就是 时间管理 就是体力 跟精神的管理 我们每一天的时间跟精神 都是有限的 你一定会有某一个时段 是比较有精神 那有一些时段 是比较精神涣散 所以我举刚刚的例子来说 一般的早鸟族 早上精神都是最饱满的 到了晚上 就会精神涣散 所以啊 关键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 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 什么时候精神最饱满 在那个时候进行 最复杂 最困难的任务 那精神不济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去运动啊 去休闲 所以你在管理时间 的另外一个 这个考量的点就是 也同时就是精力的管理啊 你要让你在 精力好的时候 精神好的时候 去做最有效果 最能发挥的一个活动 好 所以说这样也是一个 时间管理的方法 而不是说 你只是把时间定好 然后强迫自己 在每个时间 一定要怎么做 一定要怎么做 结果你却没有考量到 你的精神跟体力 无法附和 再来呢 分享第九个重点 叫做情绪管理 好 情绪管理是说 我们大脑有时候 会有一些小剧场啊 内心会怀疑啊 会自我攻击 这种比较负面的 这种系统 但是呢 你可以调整一下心态 用比较温暖的声音 去鼓励自己 好 举例来说 像学霸 怎么样度过这一天 他如果说 他都用负面来对待自己 就是说 怎么半天过去了 你一点进度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学到 如果学霸是这样 对自己说话 久而久之 他的心里面会生病的 那或者是说 他可能会对自己念 你念书 才念那么一点点 你就累了 你看人家多么拼命啊 如果你都用这种 负面的情绪 对自己说话的话 不但对于学习 没有帮助 反而会伤害了 你的学习的动力 那么在书里面呢 轩哥他就介绍了 几个很实用的步骤 帮我们去建立一些 比较温暖的声音 来鼓励自己 当你把自己当成是 可能 你把自己当成是 自己的朋友 你会对朋友比较温柔 你会对朋友 比较友善 也会对他稍微的宽容一些嘛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 去鼓励自己 鼓励朋友的方式 去鼓励自己 一旦你的情绪 受到了妥善的照顾 那你的学习效果 也就会相对的提升了 OK 那最后第十个 跟大家分享的是 横溢力跟成长思维 横溢力跟成长思维 这边轩哥给我们的观念是说 如果你要培养动力的话 你要对一件事情 提起动力的时候 你可以把一个心态 原本我们会以为说 我必须要学这个东西 或说 我非得学这个东西 如果你用这个心态的话 会很难提起动力 那你可以切换一下 你可以去想 我想要学习这个东西 你要反而是去想说 是我主动的 是我想要学 所以我才学 OK 你可以用这样的心态去切换 就可以把那些 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 变成是你主动想要的 那为什么这些学霸 会这么有毅力 可以坚持去学习 坚持读书 读这么久 而且这些学霸 还可以不断的进步呢 那关键就是 在这些心态的背后 他们不会觉得说 自己是被强迫的 他们会转换心态 告诉自己说 是因为我想要学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真的去学 如果你是用这种 出自于内心的想法 就更能够提高自己 持续学习的动力 那最后的话 跟大家做个总结 就是 不败学习力啊 我觉得是一本 难度很适中 而且对我来说 算是比较浅 可是呢 对很多入门 或初学者来说 这本书我觉得 非常的棒 因为它里面的例子 都非常简单 而且精简二要 总结了很多 学霸的一个诀窍 而且这本书里面 都没有那一些 什么很难的 学术名词啊 或者说很难的 什么科学实验 它没有这么难的 学术的这个内容 它是透过很多生活化 很实际的例子 就可以让我们 很快速地 掌握高校学习的方式 我觉得这本书 比较适合两种人 第一种 当然是学生 如果你的学霸同学 都很小气 都不告诉你 他们怎么学的 也不想教你 那你就可以读这本书 直接跟宣哥 还有跟他的学霸同学们 去学习 那第二种 我觉得是家长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小孩子 学习能力可以提升 那这本书 所提供的这些秘诀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起点 因为学霸们 是这么学习的 如果你没有掌握 这些学习方法 那基本上 你就输在起跑点上 输非常的多 所以方法正确的话 你投入的努力 才不会白费 所以这本书 我觉得是很适合 一个初学跟入门的 这个读者 可以来参考看看 那么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对于主动学习 跟被动学习 这两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因为啊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说 刚刚我提的一些 这个诀窍 其实呢 都跟主动学习 有很大的关系 只有当我们愿意 自动自发 才有可能会发挥 最好的这个学习效果 相反的 如果你都是 被动的吸收 被动的被强迫学习的话 那么以上这些学习策略 绝大部分都派不上用场 OK 所以我就举个 两个不同的例子 什么是被动学习呢 被动学习就是说 读了一本书之后 然后就把它盖上去 从此之后 就不曾再翻阅它了 那被动学习就是 听了演讲之后 你只是默默的听 默默的离开 从此之后 也没有再提过这个演讲 被动学习呢 是你上了一堂课 可是你也不曾想说 要把这个课程里面 教的东西 放到生活或工作上面 去使用 这个就是被动学习 好那什么是主动学习呢 主动学习的人 他们会读了一本书之后 他做笔记 把这些笔记 重复地翻开来 再翻原本的书 重复地翻阅 整理成心得 汇整下来 那主动学习呢 是听了一场演讲之后 把重点快速地记下来 回家之后 好好的整理 变成一篇小文章 上网之后 分享给更多的人 加深自己的记忆跟印象 然后也帮助别人 那主动学习呢 他们是上了一堂课之后 就实际地 把这些学到的东西 应用到生活上面 OK 所以这就是主动学习 跟被动学习的差别 所以被动学习 是因为缺乏了动机 不知道为什么要学 不知道学的时候要做什么 也不知道 学的时候是为了谁 是为了自己吗 为了别人 被动学习 就是一场混乱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学 所以是很被动的模式 那主动学习呢 就是因为他们怀抱着目的 他知道说自己为什么要学 他是为了谁而学 他想要学 他有兴趣去学 所以他们就会主动学习 那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你要找到 学习一件事情的目的 然后去点燃这个学习的动机 当你真的有动机之后 从被动转换成主动 就会变得自然而然 所以要弄清楚 你为什么要学一件事情 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再透过这本书的诀窍 就可以帮你切换成主动学习 帮助你加速的前进 所以推荐这本 简单好入手的书 不败学习力给大家 最后呢 一样来念一下 Apple Podcast上面的五星评论 这位听众的名字 叫做Jean Fish 他说原来这就是影响力 瓦机您好 我是从脸书 跳出你的课程之后 才发现到你的 因为你的标题太吸引人了 身为台积电的员工 还可以一年看一百本书 看一百本书 还有办法内化之后 又输出 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惊人 每次我都告诉自己要看书 但是都被自己的惰性给拉垮了 但是因为购买了你的课程 才让我发现 原来我的看书方法 真的是太一般了 难怪我总是找不到 看书给我的真正感觉 也觉得啊 每一次看完书之后 好像就只是看完了 那先说 我是看我看书之后 真的是从第一页 看到最后一页的那种人 但是啊 我也没有真正的学到东西 或者是拥有到这个 拥有到一个知识的感觉 所以才导致我 一直拖着拖着 然后看着你分享的 这个方法之后 真的改变了 我看书的习惯 也渐渐的 让我找到看书的感觉 加上听你的podcast 分享书籍 然后再去看 真的会特别有感 谢谢瓦机 OK 非常感谢Genefish的留言 那Genefish有提到的这个课程 是我的线上课程 叫做话输入为输出 教大家怎么阅读 怎么做笔记 怎么写出一篇文章 那这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对你有这么巨大的改变 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认为 任何一本书 或任何一个资讯媒介 我们能够把它 具体的吸收之后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我觉得最开心 也就是雀跃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也学习到了 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直接的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我真的是再开心一不过 也跟今天的节目 有很大的呼应 对不对 我相信你一定是从 这个被动学习 已经转换成了主动学习 现在可能对于阅读啊 可能对于吸收资讯 都有了一套崭新的方法 那用这套方法 就可以去吸收 未来任何新的资讯 然后呢 养成一个主动学习者的 一个心态 变成一个终生学习的 一个这个习惯 好那非常开心 Jimfish的留言 那也告诉说 告诉我们说 他透过课程 所学习到的东西 好那非常谢谢Jimfish 节目到这边 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然后在Apple Podcast的上面 留下五星评论 推荐给其他听众 你也可以用行动支持我 一次性的 或每个月的赞助99元 帮助这个频道持续运作 如果你对于这个频道 任何的想法 或想要问我的问题 都欢迎在节目资讯栏的 传送门连结里面 找到留言给我的方式哦 那我每周呢 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 部落格上面 分享一篇读书心得 喜欢文字版本的朋友 可以去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